当时三中全会已经决定将会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,而不是政府。 那在西方却不是这样的情况,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西方的经济是下降的,而中国却是上升的。 当我们所说的一些中国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挫折挑战出现的时候,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受影响。 中国现在是一个市场大波,如果说消费者受到影响的话,那可能企业也会受到影响。 中国也有很多货币。 货币在中国也有很多货币。 现在也有很多货币。